哈喽,大家好,我是Sophi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美味而且简单快捷又健康的早餐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的食材就有西瓜,还有这个优格 这个优格你可以买任何牌子都行 但是最好还是这个Grace优格 这个是最好的优格 但是牌子可以选别的 但是一定要是Grace优格 就非常,它有这个益生菌对身体是非常的好 还有我买的,还有这个Cereal Cereal任何牌子都可以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呢是红豆和这个玉米提前煮好的 我一般呢都是用那个Slow Cooker去煮它 那样很方便 晚上把这个玉米洗干净 红豆洗干净以后放在这个Slow Cooker里边呢一煮 第二天呢就可以了 然后放一些红糖 这个红糖的量呢可以自己愿意甜一点就放多一点 不愿意那么甜呢就可以放少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又营养的早餐 那么我下面呢就做给大家看 首先呢我就先把这个优格 拿出来 倒在这个一个碗里 这个早餐呢早晨呢非常的方便 所以一早什么都有了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水果也有了 而且还能 这个肚子还能吃饱 然后我会放一些这个西瓜 西瓜呢你可以不一定用这种勺子来碗 就是我为了漂亮一点 我就用这个勺子来碗出来 你可以用切好的西瓜 这些分量你都可以是根据个人喜欢 愿意放多一点 放少一点都无所谓 然后我会放一点这个西瓜 如果是怕吃冷的东西的人呢 可以先把这个红豆薏米呢 给热一下 放在微波炉里头去热一下 这样吃起来呢 就是温的 就不会是太凉 我介绍这个早餐呢 它担着好吃 而且呢对身体呢也是有非常的好处的 最后再淋上这个红豆薏米 红糖水 这样子这个健康又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 红豆薏米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它是可以去湿 湿去重呢就容易生病 所以喝一些这个玉米红豆水呢 就可以去湿 优格呢又是可以补充钙质 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就会钙流失 那么我们吃一些优格 就可以补充钙 就可以补充钙 Cereal呢 它里边也有钙 所以吃上一些Cereal在里面 也可以补充钙质 而且这样一搭配 吃起来呢就非常的好吃 就不会只是吃优格 有些人呢不太喜欢吃 这样配的就好吃了